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先天八卦途中 乾坤坎离四个卦 处在四个正位 而更振对训处在四个斜角 这分别体现了上下经怎样的特点 又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圣经》宗书 《易经》它分成上经跟下经两部分 表面上看起来上经有三十个卦 下经有三十四个卦 这不平等啊 你居然要分成两部分 为什么不把六十四除以二 上下都三十二卦 那不是很好吗 这个也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 上经它是从乾坤到坎离 这三十卦里面 世纪上只有十八个卦 下经从贤 横 到祭祭 慰祭 看起来有三十四个卦 世纪上也有十八个卦 上经十八 下经十八 合起来三十六 那为什么三十卦会变成十八个卦呢 为什么三十四个卦还是十八个卦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复西最早的方圆图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复西六十四个卦的方圆图 我们拿乾坤 左 中心点 如果向左的话 各位会发现乾坤这边是 卦卦 大油卦 大转卦 小厨卦 虚卦 就显然跟易经的排序是不一样的 再看 如果它从右边算起的话 前卦 够卦 大卦卦 顶卦 横卦 顺卦 好像也不是这么一个次序 可见易经的排序 它是按照两个卦相中或者相错 不是相中就是相错 这样两个两个一路排下来的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会发现上经只有四个卦 它是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就是开头跟结尾的乾坤坎梨 它没有中啊 你看 乾卦倒过来还是乾卦 坤卦倒过来还是坤卦 坎卦倒过来还是坎卦 礼卦倒过来还是礼卦 这四个卦是没有中卦的 三十个卦里面 减掉四个没有中卦的乾坤坎梨 还剩下几个卦 还剩下二十六个卦 二十六个卦里面 我们又发现了 还有两个 也是颠来倒去 都没有中卦的 叫做易卦跟大国卦 它也是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所以我们整个看起来 上经有六个卦 它是没有中卦 那其余的二十四个卦 就是两个一对 两个一对互相成为中卦 那二十四除以二就是十二 十二加上六不就是十八吗 所以你如果把中卦 两个两个算一个 然后把其他的没有中的 算单独的一个的话 夹起来正好是十八个卦 下卦也是一样的 三十四卦当中 只有两个卦是没有中的 叫做中伏卦跟小过卦 它也是颠来倒去都是同一个卦 其他的三十四个卦里面 有三十二个 它是有中卦的 三十二除以二就等于十六 十六加二还是十八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思路 有什么影响呢 我相信大家一听就很清楚 我们是重视实质上的平等 我们不计较形式上的平等 正如易经的上经和下经一样 表面看起来挂的数量不是平分的 但实际分析起来却是平等的 这就提醒我们 看问题做事情要追求实质的公正 而不要一味地追求表面的公平 近些年来 男女平等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 那么这个道理在男女平等问题上 是如何体现的呢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公正而不公平 什么叫做公正而不公平呢 那就叫做合理的不公平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公平 恰恰就是不合理的公平 各位从这里面去衡量一下 你喜欢哪一个 男女平等跟男女有别 这个在下经一开始 就是非常热闹的事情 男女平等 它是形式上的平等 实际上无法平等 你看 女人能做的事 男人有很多事不能做的 男人能做的事情 女人有很多事做不来的 你不要让他平等 大家都痛苦 男女有别呢 是说人格上是平等 但是功能上不一定完全平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易经告诉我们 你从自然的景象去看 我请问各位 哪一座山跟哪一座山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你跟两座山在这里 它就是不一样 但是他一座山 他一座山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两棵树在一起 天底下没有两棵树是完全一样的 天底下没有两条河流是一模一样 没有 你计较那个形式上的平等干什么呢 还不如实实在在的 来讲实质上的平等 我想这一点 对我们的影响的确是很大 可是我们现在都受西方的影响 我们自求表面上的平等 我们非常严重的 忽略了实质上的平等 这是不好的现象 我们为了方便 大家把易经的卦 这样一路背下来 便以记忆起变 有一个歌叫做挂名 次序歌 它是每七个字 每七个字一段 我们来练练看 乾坤尊蒙虚颂诗 你看最早七个挂 乾坤尊蒙虚颂诗 下面呢 比小厨系李太匹 刚好告一个段落 为什么呢 因为从开天辟地以后 人类开始有了太跟疲的观念 那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有了太疲以后 人类很多观念就不一样了 所以下面你看 同人大有千玉随 接下来古灵关系 四合弼 这就已经把上经三分之二的挂 都念完了 下面有一个新的段落 叫做 伯父无望大厨艺 大过抗离三十倍 这三十个挂 把开天辟地 然后到人类眼镜 它变成有高度的文明发展 都说得清清楚楚 十分的完备 所以用三十倍 怎么唱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们把上经这三十个挂 以此排列在一起 不难看出 其中似乎隐藏着一个共景 那么这个共景是什么 又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上经它几乎都是环绕着 乾坤 坎离这四个挂 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你 乾坤最后以坎离收场 就表示说 在宇宙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四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仔细看一看 尊挂 上挂是水 就是坎 蒙挂的下挂是水 也是坎 虚挂的上挂 送挂的下挂 施挂的下挂 笔挂的上挂 通通是坎 接下来 小楚 他下挂是天 吕挂上挂是天 太挂下挂是天 脾挂上挂是天 同仁 它是两个挂构成的 一个是天 一个是火 所以叫田火同仁 火是梨 天是钱 你看又是这四个挂里面的两个 一个叫钱 一个叫铝 大游呢 倒过来 它是火天大游 一个是梨挂 一个是钱挂 千的上挂是地 地出现了 玉的下挂是地 下面那两个挂呢 也没有坎尼 也没有乾坤 你看水 没有天地 没有水火 古挂也一样 这就提醒我们 你追水 你生虫 产生毛病 这个呢 跟天地水火 没有太大关系 这是其他因素 所造成的 同时也告诉我们 天地下 凡是有通力的 它一定有特力 有合复规矩的 一定有例外 你看水 古 这就是例外 它在乾坤 坎尼 四个挂之外 很快又拉回来 凌挂 上面是坤 关挂 下面是坤 石河挂 上面是梨 壁挂 下面是梨 薄挂 下面是地 副挂 上面是地 它又回复正常 五万挂 上面是天 大厨挂 下面是天 接着我们又发现 有两个挂 它完全没有乾坤看梨 叫做义挂跟大锅挂 坎挂 两个坎 梨挂 两个梨 这三十个挂里面 大家都看到了 一共只有四个挂 没有乾 没有坤 没有坎 没有梨 其他的二十六个挂 全都是乾坤 坤 坤梨的排列 所组成的 就告诉我们 宇宙的发生 成长 大部分都是按照 天地水火 这四个因素 在哪里互动 的一个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知道 上经三十卦 主要有乾坤 坎梨 四个基本挂所构成 相对的 下经三十四卦 则有 更正对训 四个挂所构成 在先天八卦图中 乾坤 坎梨 处在四个正位 而更正对训 处在四个斜角 我们知道 上经所重在天 而下经所重在人 为什么先天八卦图中 与天相关四个卦是正的 而与人相关的四个卦 却是斜的 这其中包含了 怎样的哲理呢 乾坤坎梨 他在八卦里面的方位 各位有没有发现 正好是四个正位 乾在天 坤在地 坎就是水 梨就是火 天地水火 正好构成一个十字的状况 四个正位 象征什么 象征自然的规律 它是以正为根本 一定要正 你看自然是很正的 下经就不一样了 下经主要由另外四个卦 所构成的 就是 更正对训 它是四个斜的东西 叫四语卦 八卦有四个正的 四个是在角落上面 这又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自然的规律 它是以正做主的 可是人类要小心 我们都有偏道的倾向 我们经常有很多邪念 会随时发生 人类一定要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把自己 回归正道 否则的话 一不小心就出轨了 这是有很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以正为根本的 就叫做正道 你看义经 所有的卦谣词都告诉我们 你不管处于什么状况 你就要坚持走正道 大概都不会偏离到哪里去 下经 它主要的元素 是四个语卦 就是 更正对训 告诉我们 人事的现象 大多是歪斜不正的 我们举个例子就好了 你有的钱 你还想更多 你的房子 永远少一间 你的车子 看来看去 总想换一步更好的 我们讲一句 很通俗的话 文章怎么看 都是自己写得好 别人都是不通的 太太怎么看 都是别人的漂亮 旁边那个就是不行 这不很奇怪吗 为什么人类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应该很了解 这就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如果小孩一生下来 他就不会动歪脑筋 他就始终走顿道 那人类跟机器有什么两样呢 那就根本不用努力 那要自修干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他说 如果上帝造人的话 那上帝为什么那么不聪明呢 你就把人造的事平 把文端端正正 一生下来到老时 就是走正道 要省多少事情 很多人这样想 其实不对的 上帝造人 是不是真的 我们这里不讨论 就算是他造的 他也不可以把人造的端端正正 那你一辈子跟木头人一样的 那过什么日子呢 你这一辈子 生下来干什么 就是要修极极 叫做修极 所以有什么大学 告诉我们 治天子 以治以续的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就是不管你 生在富贵家庭 生在贫穷家庭 住在都市 住在乡下 什么国籍 男的女的 高矮体重怎么样 那都没关系 我们共同的目的 就是把自己的品德 修得很好 修得很好 其他全都是假的 夏经三十四卦主要由 更正对训 这四个余卦所构成 这就提醒人们 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修极换而言之 就是培养好我们的道德情操 那么具体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应该从何做起呢 夏经 它是要我们注意 修极 才是我们的根本 修极是什么 恢复人的本性 你要恢复你的自信 人的自信是什么 很诚恳 很实在 很真 而且呢 很谦虚 你看这些都是很好的美德 我们要把君子的风放 把它展开来 而不是一个都鬼鬼祟祟 像小人一样的 那有什么意思呢 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情 你看现在只有法 没有人情 动不动 这样不对 这样要罚款 那算什么人呢 可是我们愿意 我们认为这是法制的社会 这是进步的象征 它有什么人情 一想到人情 就觉得这是我们文化的包袱 现在人没有情 没有情那就很翻脸 因为翻脸才是无情 翻脸无情 那你会觉得很可怕 一次人跟人的距离 就越来越疏远 也不敢朝人笑 有话也不敢说 看到人 都提方得很 好像每个人都是坏人 就是彼此没有那个感情的维系 没有 邻居是谁 不知道 楼上信什么 我管他的 最后你信什么 我就有英文名字的 我没有中国名字的 年轻很多人 连中文名字都不要了 所以为什么下卦 他从险卦开始 险卦就是感情 就是感觉 当然大家会马上想到 那个险下面没有心 本来就不应该有心 有心他就有厉害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问他 你为什么喜欢你的男朋友 我喜欢他工资很高 那就完了 你看要相亲 要参加这个富豪俱乐部 不管选谁 都市富豪 这样比较保险 万一找一个穷人 不糟糕了 这样占什么感情 所以闲卦第一个 就把那个心去掉 叫做无心之感 很纯真的一种感觉 有感情 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热度只有五分钟 很快就不见了 尤其今天上网一看 我们很谈的来 来 我们去约会 然后第一天早上上来 你是谁 不知道 我的名字是假的 然后一翻面走了 所以闲卦紧接着 就是要横卦 要长期的感情 才是纯真的 我们一定要从下定的 弦 横 这两个卦 左手 好好去探讨一下 我们纯真的感情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生活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有哪些人情关系 人活的才有价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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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